根据了教育部昨天统计 全台已经累计了18个县市 超过223所的校园停课 校园确诊个案是节节飙升 教育部也说要松绑停课标准 但是呢还没有等到相关的指引公布 台北某大学就被学生抱怨说 校内已经有4个人确诊 但是校方却是迟迟不肯停课 坚持实体课程 今天还要到学校考其中考 对此校方紧急出面回应说 其中有3例都是在廉价期间染疫 没有校内足迹 停课标准都是符合教育部的规定 而另外台中的某大学也爆出有学生确诊 今天全校是照常考试 让返校一考的学生非常的害怕 赶着进校期中考 新北某大学接连爆出确诊个案 累积全校已经打4人确诊 但学生质疑学校为什么迟迟不停课 只能硬着头皮考试发文痛批校方 明明线上授课的时间还没结束 就要大家返校上实体课 无疑在严峻的疫情下 天真危机 甚至很多老师说 好那算了那干脆全班远距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校的政策 变成似不像 有些大部分的人 可能还要回来实体上个一两门课 一天跑来跑去 只有一位呢 他在三月底的时候 有过校内的足迹 在4月7号跟8号是实施 线上实体上课 就是做这样子的结果 是都有跟教育部通报 校方出面解释 4例确诊个案都有通报教育部 也都符合相关停课标准 首例出现在4月4号 学校马上通知全校 4月5号至10号进行远距教学 另外三起确诊 都在清明廉价期间感染 根本没有进入校园 也没有校内活动史和足迹 才会决定维持10号之后的实体课程 紧急贴出公告 台中某大学也爆出学生确诊 报告曾到校上选修课 校内紧急针对该课改为线上教学 但其余课程照常 但现在又是期中考期间 大批学生返校硬考 大大增加接触感染风险 是否该考虑停课 学生很恐慌 对大家都很害怕这样子 其实大家不是不想要上课 是真的害怕染疫啦 教育部预告会放宽 师生确诊后的停课标准 各校都在等相关指引 就怕再不公布会乱了校园 受渴不掉 就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全台校园疫情延烧 今天上午花莲市学生数最多的国小 突然间通知全校停课 因为校内传出了一名小医生确诊 而这个个案还在异调当中 至于感染源不明的个案 还有昨天公布的花莲女中学生 她在这个月的2号时候 出现了喉咙痛的症状 但是我不以为意 继续到学校上课 直到了9号的时候 症状变严重了 周一裁剪之后PCR确诊 确诊学生的班级 一共是有33个人被匡列裁剪 在昨天深夜新增了一名老师染疫 校方紧急宣布全校停课14天 进行清晓 周一上课时间 校园内一片空荡荡 只有清洁人员 依序进入教室和活动中心 进行环境大清晓 前一天深夜 花莲女中紧急宣布全校停课 因为在船失声确诊 消息太突然 起源是案27306 一名18岁花莲女中学生 4月2号出现喉咙痛症状 却不以为意 6号廉价结束后 还到校上课 直到9号病情变严重 挂急诊PCR确诊 全班33人被匡列裁剪后 再新增一名老师确诊 校方紧急从该班停课 改为全校停课14天 卫生局也透露 最早确诊的学生 没有和其他热点足迹重叠 感染源还要追 只是校园感染的链 似乎已经蔓延 其他学校也出现群聚风险 花莲最大国小 周一早上8点 度过紧急通知家长 全校要停课清销 引来家长抱怨 学校通知啊 就是大家都要来接啊 跟公司请假吗 对啊 不然怎么办 原来校方接获 卫生局通知 校内一名小医学生确诊 怀疑感染源是在某间补习班 有许多孩子 在同间补习班上课 为了防止疫情扩大 11号临时宣布停课一天 全校1400名学生 由家长陆续带回 听说啦 我们的老师的孩子呢 是参加别的社团的补习班的话 他们好像在别的补习班 也都有一些确诊的案例 个案感染途径为何 卫生局还要厘清 疫情烧得又急又快 让家长和学生都措手不及 记者花莲综合报导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施智昌的助理确诊 师傅紧急匡列了施智昌 还有三名接触者进行裁检 由于施智昌有参加了9号的时候 民进党在地方举行了团结参会 当天除了副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还有立委何欣纯 林静怡等人都有到场 现在是否要扩大筛检 师傅表示说将等检验的结果出炉 再采取进一步隐移 疫情烧进台中市议会了吗 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施智昌的助理 传出确诊 我个人跟几位助理 因为这个足迹重叠的关系 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所谓的PCR 施智昌裁检后 人在防疫旅馆 施补匡列施智昌 以及三名接触者 会偷看他的行程 9号民进党在地方举办团结参会 当天除了副总统赖清德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立委何欣纯林静怡 跟不少绿营议员都有参加 那我们是算是间接的接触者 只不过党团同仁 为了在防疫上的更加谨慎 我们决议每一个同仁 自行在家做好快筛 真的有点紧张 然后他现在这个 我现在看没有 我觉得很放心 但是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这里痛痛的 卫生局人员直接进到议会 帮议员现场做快筛 一样有出席参会的立委林静怡 自己拍影片是阴性 一度还传出国民党团 想要求参加参会的议员 暂停出席开会 检查结果赶快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框定 石志昌表示 9号晚间参会服务处 只有他本人参与 确诊助理未参加 而该名助理应担任行政职 平时也未在外走动 现在服务处所有人 皆配合防疫政策 一卫生局指示行动 如果宴出有问题 恐怕连副总统赖清德 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中部 赞网报道 考虑 按照 1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